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广发佛提心 正信佛法要广发佛提心 在家里就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单位也谦让 学佛人懂得谦虚 做事要圆融 不要去得罪人 什么事情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看看我们小时候退了多少步啊 你缺什么了 你是不是损失什么了 没有什么都没损失 反而被人家讲解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好 什么事情都真到底 什么指令都是以我为中心 你最后被人家骂 当面人家不敢骂你 背后骂你 所以要懂得 学无我法 无我是一个法文的 你们试试看了以后 你老公骂你的时候 你认试没有骂我 我老公就发脾气 你们试试看了 社会无我法案 孩子跟你闹 你不生气 我心脏不好 我不能生气 孩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我已经教育过了 OK了 做这样了 我也不能再做其他事情 我做不了其他事情 那么实际上 你就是缘起信空了 佛法讲缘起信空 只要有缘分来了 你就看得到 最后空的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 一个缘分它可以到底的 我们跟爸爸妈妈的缘分 我们夫妻之间的缘分 跟孩子的缘分 跟单位里过去的缘分 一切都会过去 只要一看到缘 你就想到 最后就是空的 就不会去争 不会去抢 不会去你证我夺 叫缘起信 缘分很正常 缘分来了好好珍惜 缘分没了 也不要叹息 因为这一切都是空的 你们知道你们上辈子 在人间的爸爸妈妈是谁吗 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们上辈子 你们做过些什么工作 什么都不知道 人的一生活在世界上 实际上对自己很不了解 生出来就不了解自己 长大了也不了解自己 等到被别人指的鼻子骂的时候 才刚刚开始知道 我有这么坏吗 这是骂我们的 所以夫妻之间要对方真的假 你的毛病 讲真话的时候 只有在你老婆发脾气 或者你老公发脾气的时候 讲出来的话 你要特别当心 全是真心话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 从来不讲过自私了 你是真的自私 因为这个自私两个自私在你老婆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 你这个女人啊 真的懒得来臭要死了 那家女人都很好 你真的要考虑你是不是很懒 是这个概念 所以师父跟你们言 圆起信空 就是一切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灭 今天有这个婚姻了 起了 缘分起来了 到最后就是空了 没有 今天这个缘分没了 也是结果 结果我们就是没有了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不要把人间的事情看得太重 你把你的眼睛 把人间所有的事情看成真的 那你就会恨 所以叫撑 贪撑吃的撑 就是一个目子 一个眼睛 边上一个针 就是你把人间的一切 你看得太真了 你就会恨了 因为都会过去的 全是假的 你就不会去恨 你们现在还恨小师父的事情吗 你现在如果跟师父学佛 学了几年之后 你还把小师父的事情念念不忘 你恨得不得了 你就是根本没学好 算什么学佛人的 所以以无我无为 法复提醒 无我就是 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什么事情 帮助别人的 不要认为是我在帮助别人 帮助就帮助了 对人家好就对人家好了 我今天对你好就好了 我做出去了 好事 我不求回报 我 无为什么 我做过的事情 我没有道理 无缘大词 我没有为了什么理由 想得到你什么 再为你做就是无为 现在的人要帮助别人 总可以有道理 因为他是某某某的爸爸 他的儿子是局长 他的谁谁谁是谁谁 所以我要对他好一点 他的某某某是某某某的谁 某某某的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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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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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父现在很有名 你们出去时候 我社工台长的弟子在几几年几几年几几年 不要去攀 这就叫攀 明白了吗 学国人要放下因缘 以无我无为发苦提琴 就是说根本没有目的去帮助别人 所以现在很多人有目的去帮助别人 哎呦这个药好啊 你吃了保证你好 哎你买一点好吗 你吃好了你要买一点的 哎呦孩子啊我把你养大 我今天对你这么好啊 你有大钱对我好啊 你以后要帮助我啊 有为啊 不值钱了 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喝酒醉了 人家科学家做过实验假装喝醉了 有几个男人不动坏脑进去帮他的 这就叫有为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像你姐姐妹妹一样 他被坏人糟蹋强奸 他喝醉酒了 你是什么态度来帮他 你是动小脑筋去帮他 你这种男人就不是真心的 是有目的的 所以不是无为的 是有为的 我现在解释你们听懂了吗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 只有别人 那么他就是一个好人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雷锋一样 雷锋 只知道帮助别人 不知道自己 发高烧 去看病 所以这样的话 真空性就在内心生起 真空性是什么 你真正内心的 没有私心的爱 就开始生起了 没有自私的心就生起了 没有自私的心是什么 那叫公心 有自私的心 叫私心 帮助别人 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干净 你说你今天有目的的帮助别人 你是不是需要别人给你回报啊 如果别人不给你回报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痛苦啊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就是你想套好你的女朋友 你给她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 你是不是想得到她的夸奖啊 你是不是想得到她更多对你的爱啊 这难道不叫私心的回报吗 买了就买了 送给你就送给你了 这是我真心的东西啊 为什么等她回报啊 所以人的私心会障碍你的智慧 所以在真空性 就是在内心要无我心 只要没有私心的人可以断了烦恼 烦就是因为有我 我烦了 我烦头了 你看她搞我 她整天弄我 她整天讲我 我我我你看都是我 你看我吃亏了 你看我这么多年我都 没有对她不好 你看她在单位里老欺负我 老在老板面前讲我 讲了我五年了 我我我我 你说她会生气吗 她会生气 她难过吗 她难过 她有烦恼吗 她烦恼 但为了这种人还不少啊 你越退 她越盯住你 她觉得你好气苦 所以很多人就让了让了 让到后来钟又天让不了了 蹦跳出来 我让了你五年了 你还这么气苦我 好了 全功尽弃 你如果能够让六年 让七年 等到第七年她离开了 我告诉你 你的老板就知道你的耐心非常好 你这个人能够接受任何的压力 居然人家这么对你不好 你还能够坚持在单位里这么认真的工作 你以后就是经理 你以后可能就是领导 坚持来的呀 夫妻也是这样的 老头子懒得不得了的 老婆你把我当用人啊 我天天把你做啊做啊做啊 把你生孩子啊 我在家里忙着来 还要上班 还要赚钱 你自己你看看看 你天天闹啊闹啊 闹到最后你忍他忍他 忍到最后有一句话叫这样 无可忍 在单位里你不平安不忍让你跟他闹 这叫有违法 他有目的的忍耐 不是无声法忍 我嫁给他 我上辈子欠他的 给他欺负欺负 没关系 菩萨在天上都看得见 我就天天念经好了 我希望菩萨终有一天会让他能够明白 以后不要再欺负我了 忍什么 没有忍耐 我对你们这些孩子 没有忍耐啊 三天两头的 有事情发生的 你们老实的了 你们自己告诉我 你们学国当中你们老实的了 有几个人很老实的了 我无声法忍 我知道你们都是未来菩萨啊 只不过是我美好的祝愿 拿把镜子照照看像不像菩萨 我觉得你们以后每个拿把镜子 那两个眼睛就会看别人毛病 看不到自己毛病的 这很多男人不会笑的 你说老板怎么会喜欢他 领导怎么会喜欢他 客户怎么会喜欢他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一头高级动物 比动物多动点脑筋 智商高一点 记忆力好一点 一条鱼七秒钟的记忆 你们可以有八十年的记忆 但是很多人到了六十年以后 记忆就越来越衰退了 到最后你说什么 我不是说我个笑吗 一个人失忆失恶很厉害 记忆力越来越差 有一天去看医生 医生啊 我现在年纪大了 什么都记不住啊 你看这个病怎么办 医生说 你这个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医生你说什么 医生这句话他都忘记 人生就是这样 不了解自己 眼睫毛长在眼睛前面 你看不见的 你的眼睛就看见别人的毛病 你看那些自己毛病 那脸笑得出来吧 要好好的改变自己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就是你没有智慧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什么都得不到 就算你得到了 也是等于没得到 所以更不要去追求 更不要去得到 有什么好得到 对人家讲几句 有什么关系了 对孩子骂几句 有什么关系了 你自己养出来的 自己懂这些事情了 没办法了 你没教育好啊 所以孩子才对你这样 你怪谁啊 你怪孩子 你们记住了 你们以后出去 自己骂自己的孩子 跑到外面去 我的孩子真是个混蛋 怎么怎么怎么 我告诉你 有智慧的人对我一看 就是爸爸妈妈没文化 爸爸妈妈 没有文化 没教育好 混蛋 是你教育出来的 第一个老师是谁啊 父母亲啊 家里的言传生交 不是父母亲啊 怪谁啊 我老师是谁啊